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面值都这么大了 那是 这边和那边一样 通货膨胀吗 那边有发改委吗 有 据说那边也进行大布置改革呢 那发改委由阎王直接管辖 涨价更快 看来我们应该去发改委扫扫墓了 那里埋葬着我们的钱包 应该去住房建设部扫扫墓 那里埋葬着我们的住房梦想 应该去卫生部扫扫墓 那里埋葬着我们的健康 还应该去人民大会堂扫扫墓 那里埋葬着很多人的良心 你说这话要小心 这是盛世 不是阴间 好 给我五十兆吧 好嘞 给您 要不然再来一个iPhone 现在流行这个 要不然亲人在那边太寂寞 那边也这么前进了 那是与时俱进嘛 哎呀 这你们不用担心 乔布斯不是过去了吗 还怕没人交 那倒是 那就来一个吧 哎 再来一个手机壳吧 防止手机划伤 哦 还是你想得周到 行 行 再来个手机壳 哦 对 还有蓝牙耳机 现在下面出台新交规 开车打电话不光罚钱还扣点呢 这个你都知道 哎呦 看来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啊 阴阳两面的事都得清楚 哎呀 那就来个蓝牙耳机吧 这活着没享受着 这死了倒全了 哎呀 大哥 我跟您说 最重要的还是这充电器 电话要没电了 亲人找你要充电器就不好了 找您还是小事 把您叫去就麻烦了 哎呀 哦 哎 哎 有道理 有道理 老板 您能给我张您的名片吗 您要名片干什么呀 我会把您的名片跟这些东西 一块儿烧给亲人 万一什么东西坏了 他们好找您修理呀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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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